曾是OpenAI联合创始人的埃隆·马斯克 2月29日在旧金山起诉OpenAI及其首席执行官Sam Ottman 称OpenAI与微软的密切关系破坏了其最初使命 即开发不受企业优先事项干扰的开源技术 他们将盈利置于造福人类之杀 马斯克在诉讼文件中直指去年OpenAI领导层的重组 Otteman的首席执行官职务曾被罢免 随后又在微软的支持下迅速重新上位 马斯克称Otteman OpenAI总裁Greg Brockman和微软合力撤换了该公司董事会的多数成员 而他们原先一直在负责推动公司的最初使命 即开发造福全人类的技术 诉讼文件称到今天为止 OpenAI的网站还继续宣称其章程是要确保阿基造福全人类 但实际上OpenAI Inc.已实质上演变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 微软旗下的一家币原子公司 Uber公司在洛杉矶宣布 自2月29日起 首次允许加州13岁及以上青少年 无需成人陪同即可独立使用其服务 父母可通过Uber App为孩子设置账户并管理消费 该服务提供包括行程追踪 唯一聘马验证 异常检测和录音功能等多项安全措施 且只有通过筛选和背景调查并获得好评的司机 才有资格接送青少年用户 行程中的异常状况如路线偏移或提前结束 将触发系统向青少年和司机发送检查消息 此外Uber计划在今年夏天为青少年用户引入预定功能 进一步提升服务的便利性和安全性 欧盟近日表示 欧洲去年的寻求庇护者人数达到7年来的最高点 2023年有超过114万人申请难民身份 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公民 2023年有18.1万叙利亚人寻求庇护 比2022年增加了38% 阿富汗人则是第二大群体提出了11.4万份申请 与2022年相比数量减少了11% 2023年提出庇护申请的巴勒斯坦人有所增加 接近1.16万人比前一年增加了三分之二 德国收到了29%的庇护申请 到2023年将有超过33.4万人寻求保护 法国紧随其后有约16.7万人申请庇护 西班牙与意大利则以16.2万人与13.6万人 位列第三与第四 这四个国家接到了2023年所有申请的三分之二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 自俄乌冲突开始以来 移居欧盟的440万乌克兰人不包括在上述数据内 因为他们已获得临时保护 无需正式申请庇护 联合国难民署最新的全球趋势报告显示 全球有1.1亿人被迫流离失所 比2022年底增加了超过160万人 现任电影 自俄通知 3. contacted 摔您的脑子 済成 予低 画面